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崇洋道长 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着两种猫科动物 加拿大舌粒和短尾猫 这两种猫科动物都属于猫科舌粒属 它们的外表非常相似,体型差别也不是很大 就连生活在北美的经验比较丰富的猎人 也常常把加拿大和短尾猫难以分别 以至于在传统的动物分支学上 它们曾经被当成同一个物种所进化出的不同种群 后来科学家通过基因检测等技术手段才发现 它们的确属于不同的物种 比如说这张照片 左边是加拿大舌粒,右边是短尾猫 它们长得是不是很像呢 动物学家给出了一些辨别它们的方法 比如说下面两个 第一个,比较它们的尾巴 虽然在猫科动物当中 短尾猫和舌粒的尾巴都是非常短的 但是就尾巴与身体的比例而言 舌粒的尾巴显然是更短的 而且舌粒的尾巴末端是纯黑色 而短尾猫尾巴上面的花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环形的花纹 第二个是比较它们的耳朵 加拿大舌粒和短尾猫的耳尖上都长有两戳黑色的毛 这种毛对增强听觉很有作用 所不同的是呢 加拿大舌粒的它上面两戳毛更为明显 也更为显眼 而短尾猫的两戳毛则不明显 根据上面这两种方法呢 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这就是加拿大舌粒和短尾猫区分开来 但是呢这两种方法呢 大家一听说哎呀很容易 我一下就能分开来 但是这两种方法其实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把它们两个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它们两个照片放到一起嘛 就是说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呢 才容易发现 但其实你发现如果单单让你看一张照片 你是比较难发现的 就像我们比较那个孟加拉虎和东北虎 放到一起的时候呢 一看就能看出来 单放的时候呢就很难分别 那怎么办呢 后来呢就有人发现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区别它们 那就是看它们的眼神 大家猛一下听这么一说呢 感觉这个方法是不是故意搞笑的 就是说扯犊子的 但其实不是的 每种猫科动物呢 其实都有自己的独特表情和眼神 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了 短尾猫它的眼神很温和 显示出了一种好奇和呆萌 当然了 任何猫科动物在捕猎的时候 它的表情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很多猫科动物都具有的眼神 有这种眼神的猫科动物呢 其实是更容易与人亲近 而加拿大舍利的眼神呢 这表现出了一种狡猾和冷酷 这种眼神呢 让人心生敬畏 觉得它们不好靠近 现在呢 你再去对比舍利和短尾猫的这种眼神 你就很容易能够区别它们了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